手拿箱前程祭拜 行政院长赖清德回到台南 特别到庙里参拜 院长回台南心情好不好 心情特别轻松 不过对于劳团23号 号召万人上街游行 抗疫劳机法修法 赖清德恐怕开心不起来 我会请劳动部进一步收集 今天他们的各项诉求 然后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也希望今天的游行 都能够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落幕 承诺政府会倾听人民意见 而赖清德这趟到台南视察 也刚好碰上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 也南下参拜庙宇 两位都被点名参选新北市的人 会不会碰到面备受关注 我们欢迎任何人 对台南市的庙宇来参拜 那个人我们都欢迎 赖清德没有正面回应 对于高雄市长陈菊的新书出版 意外掀起党内的派系纷争问题 赖清德这么说 敏感议题赖清德四两拨千金 毕竟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该怎么解决 牢基法修法引发的争议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